圣经的哲修思想 所有反对圣经的哲修思想 里面一定有两个东西 我会常常提出的事情 第一就是自我自相抵消 自我费灭 自我冲突的那个因素在里面 the self-defeating factor inside their own system 就是第一样 所以你不必怕 当基督徒被人反对被人抵挡的时候 主啊你的道不被接受 人接受是那样的道理 那些人过多的理性产生出来 因为罪玷污以后产生出来的思想 上帝说静静的 我的道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你坐坐 等着看他 看他们的理论怎么样 在不久之后 五十年一百年 反对上帝的哲修思想 一定自己里面冲突 自己互相抵消 到最后自己站立不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永恒地保住出来的东西 第二样 每一个反对上帝的思想理论中间 都隐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time bomb is there 我这很严肃的话对你说 所以所有抵挡上帝 反对神真理的系统里面 一定有自我爆炸的一天 有一天他一定完蛋 所以当他一死天人的时候 可以风靡的千千万万人 使许多的人好像奴隶一样的 甘愿激功敬拜 完全佩服他们的思想 但不到五十年一百年 一定定时大战炸出来 把他理论中间各样的败坏 全部彰显出来 你还记得三四十年前 中国有计划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全 有没有 那时候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 他想他要做全世界共产帝国的老大哥 所以他看不起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看不起他 中国盼望用最大的力量 把苏联的势力压下去 那是所有非洲的国家 南美洲的国家 第三世界里面 那些比较走投无路的国家 他们如果不得到美国的支持 他们一定跑到北京去 不是跑到摩斯科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共产党里面 没有一个人雄心大志 野蛮到像毛泽东这样 他盼望做全世界共产帝国的老大哥 所以这个雄心大志 大得不得了 现在毛泽东在哪里 毛以路在哪里 毛泽东的思想被多少人接受呢 已经过去了 因为定时炸弹已经爆炸了 1989年 是共产党全世界自我爆炸的一年 那是本地的围墙倒下来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看见许多过去 把共产党当作唯一人类盼望的民族 醒过来了 他们知道呢 这世界不可以靠马克思 恩格斯 可惜的 教会还没足够的能力 把这些的事情带回到真理面前 很可怜 所以一个人没有把神的道尊重 没有把神的道尊重看待的话 他一定自己水流失去 水流失去